啟客的問題 他問老師就是最近的朋友送他 有關這個藍莎 這藍莎的新香蕉有一點碰碰 我問老師這間是缺木 老香蕉有一點咖啡咖啡 黑點黑點 這是對白嗎 是說要把這裡有白的部分加掉 這樣就有用了 是說要留什麼樣的藥 來 這張簡單就是說 其實他這個知道的時候 這個 我們說藍莎國 應該也是一個 這種 一個做帶一種的作物 我可能有一個好朋友 有時候不知道 說什麼 所以跟好朋友介紹一下 這在泰國 他們叫做農工 這在近前 不然在泰國 在做韓國的時候 其實 聽聽看到蔡奇藥有人在賣 我說他賣的農工 這應該是叫做農工 他的肉 特別特別 這和 這個三族 這種 那種情形要講 但是那完全是不一樣的 這個東西 也是特別特別 那些觀看起來好像靈驗 有的人說叫做黃皮果 但是這應該 這個農工 含這個黃皮果 這兩種應該是有時候 這個沒什麼一樣 這也不然是 有時候在 因為很多現在 我們 有這個移民的關係 有些新住民 有泰國的 有印尼的 有遠藍的 這在熱帶地區 有時候 他們都會習慣 有這些東西 有時候去 出國去看得到 覺得這不錯 就帶回來 帶回來 這樣 所以 這通常是有這種情形 那麽 在看起來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藍煞果 這個 基本上 就是說 它的熱帶 熱帶的 這個作物 所以你在栽培的時候 特別 特別 就是說 尤其是小漲 他很怕冷 這很小顆的時候 這個比較怕冷 那麽 所以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那麽 這在這裡 可能我們好朋友 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你說 這個信息有一點 這個碰碰 這應該 是不是缺木 這個是有可能 因為它的 但是 這個 一般來說 那個葉肉突起 這可能是一個 淡肥效應 就是說 比較有 但是 是不是要 特別去補 這種木 是怎樣 因為小漲 還是說你種一種 你如果剛好 秋冰有這個微量元素 有你補一順 應該是有一個 很明顯的改善 但是 他有一點點 會這樣 黑黑超大超大 這個看起來是 就是 在這個 蝦餅館 看不出來 是一種 就是 其實 是 沒辦法 跟你看 說 是 什麼樣的 一個 這個 這個情形 但是這個蝦 如果是 炒乾 那 這種 這種情形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可能是 一些 這個 夜班病 有什麼叫做夜班 蝦有班點 就叫做夜班病 這種 這種 如果是比較老休 你要稍微注意到 是不是 因為這種 其實這含炭區病很盛 所以 用一輪炭區病的油 就有辦法 把它處理掉 但是要可能 稍微注意一下 在這種情形 這可能要小心 是不是 日曬 要說 他這種 小漲的時候 不可以 拍很多日子 從 大漲就不差 大漲就變成 小漲的時候 他都要稍微一點點折音 有一點點折音 大漲就不差 所以這應該 你如果有油 稍微處理一下 這如果沒有 什麼油 很正面 有 nuts 雅脫民 打妹粉 像三波民 這類的解解用藥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要做解解處理 應該是會有很正面 有真正面的一個效果 這讓你稍微做解解參考 那是有啦 手臂也有 不然你一半張而已 因為這個東西還蠻好重的 說真的 這個東西是實際好積 不過這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這種農工在泰國有人專門 因為有吃蝦子 蝦子 有一種熱帶雨林的一種蝦子 他這個農工就很容易 不知道為什麼他那個蝦子很愛在那個地方 跟這種漲作為是什麼原因我不知道 但是我在泰國的時候聽說 這個東西很容易 生蝦子 所以他們如果有種這種作物 他們都會很小心 他們有時候真的會被炸到 這種的蝦子熱帶雨林的這種蝦子和 沙漠乾燥地區的蝦子 沒有什麼一樣 這種東西通常是 毒性比較低 所以他們應該是沒什麼要緊 那麼最主要就是 是說社長 主委 這個他比較怕冷 比較怕日照 像過頭雲 稍微注意什麼就好了 所以 有的蝦子比較燙 如果說太嚴重 先加掉 主委一點通風 這應該就不太適合 這個問題 理論上來說這種作物 應該是非常的強韌 這應該是很用的 比較對 所以這讓你稍微做一個參考 這大概是這樣子的情形 這製作物上 可以更加用心 例如說 你如果是秋冰剛才有 一些蝦子的蝦子 我們這樣說的蝦子 當然就是一些化學藥劑 這個主宰你剛才有蝦子 拿來噴噴的 對於有保護 中年節好 個年會稍微再好一點點 所以這讓你稍微做姐姐了解